订阅 宁夕 是吗 好好好 好 好 那我安排一下 谢谢你啊 谢谢 怎么了 宁夕来电话说 电视台跟他说 第一期 收视率挺好的 希望我明天能再錄一切 深大 我講的吧 汪大教授大紅大紫了 太好了 但是和你們的爸爸相比 還差了一點 沒想到 你策劃的這個欄目效果這麼好 節目播出後收視率也不錯啊 主要肠金給你過少 說真的我都覺得有點燙手 這才剛剛開始 講課只是一部分 我現在著手把你的講稿整理出來 準備出版發行 擺稅又是一塊兒 接下來我還會聯繫全國各地 請你去講學 這是要榨根最後一滴油水 換個說法 這是激發您的全部潛能 我倒真沒那麼大奢望 就想著早點掙些錢 把家裡買房子首富覆了就行 聽上去是不是有點俗氣啊 一點都不俗 您這是對家庭負責 我很敬佩您的 謝謝 這回真的多回你了 哪有啊 可是您講的 我也只是給您跑口而已 不管怎麼說 我都得好好謝謝您 那天我給你師父買禮物的時候 本來也想給你買點什麼 結果選了半天 最終沒敢下手 真不知道你們小孩子都喜歡什麼 王老師 您可千萬別給我買禮物 那怎麼行啊 這叫禮尚往來嗎 王老師 要不您請我看一張電影 看電影 今天真的謝謝您陪我看電影 你幫我那麼多看著那樣 不是應該的嗎 不啊 還是應該我謝謝您 長這麼大 還是第一次有人陪我看電影的 我也是 除了你師母 也請別人看過 快開眼了 趕快走吧 老師 你眼睛不好 我們可以做第二擺嗎 快開眼了 快點 快點 來 門高 他不太好 你这不挺好的 我那边最近不会好吗 干嘛呀你 不是 我跟他一样没什么呀 我啊 我那边走电话 我那边走电话 你那边不过劫 如果 如果戴了重的路好 跑起来会比较方便 我们往那边坐点吧 那么有空位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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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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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二姐夫 小龙 这 谁 这谁 吴二姐夫 二 二姐夫 二姐夫 好 好 太后帅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太后帅 心剂 呼吸困难和群麻疹 都是病人幽病恐惧症的病理表现 现在呢 我们为他输的是葡萄酸钙 主要是治疗群麻疹的 像他这种情况呢 今天输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还有至于他这个幽闭恐惧症啊 大夫正宜还是转入精神科去治疗 谢谢啊 我不去精神科 我就是幽闭恐惧症 这跟精神病是两码事 我想他们是误会了 你说你也是 难受怎么不说呢 在那硬挺着干吗呀 我不是想 都坚持那么长时间了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嘛 我还以为快胜利了呢 谢谢啊 二姐夫 受累了 一个人把我扛到医院来 给你添麻烦了 耽误你看电影了 哪里哪里 举手之劳吗 再说你是晓诺 有人吗 有人有人 有人 对 幸会 幸会 行 小诺 我看带兄也没什么大碍了 那我就先走了 后会有期 好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我去送送 小诺 今天看电影的事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请您今看电影 纯粹是 纯粹是为了谢谢他 这个 这个哪里 这个事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不是 不是 我是怕你误会 我绝对没有私心呢 真的 这叫礼尚往来 你明白了 我这看其实 其实有些事情 你想把它说清楚 解释清楚 可可你越说 可能就越不清楚 所以我 你的意思我懂 你放心 我这个人呢 知道什么事该说 什么事不该说 对对对 咱们都是这种人 你也放心 那什么 那我就回去了 咱们回家见 好 回家见 真的呀 带骨顺 他就在电影院里 晕过去了 可不是真的吗 我直接就把他 送到医院去了 电影也没看成 你把他送去医院的 他那么重 你怎么抬得动他呀 我哪抬得动啊 还不是 保安帮我抬的 你们两个 太神了简直 他就是个极品男人 你也是一朵奇葩 人奇葩男也是好男人 这巡马整可不是闹着玩的 弄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可他呢 为了女朋友 把命都搭上了啊 不像你二姐夫 那纯粹就是一块木头 你们说结婚这么多年 别说其他什么浪漫的事 就连场电影我们都没去看过 电影 我和刘毅也很久都没去看过了 你提起这件事 我这心里还挺那个的 这么多年的日子 就这么心里糊涂的 姐夫 咱们就担心在这儿坐一宿啊 那先回去吧 别在这儿喂文字了 等等等等 我 我还不太敢 你说 小木不会跟小米说的事 那当然了 都已经讲好了嘛 算了 我还是自己去跟小米 把这事说了吧 我发现啊 真是读书读得越多 关键时候脑子越糊涂 怎么了 你跟他说你的英雄旧义 你知道吗 那 那我宁可 他跟我吵一架骂我一顿 我也不想像现在这样 我觉得心里别 我 我心虚呀 我跟你 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我 实话实说呗 实话实说 你就跟他说 这个女孩子喜欢你 你对她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好感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并没有想破坏你的婚姻 所以就约好了去看一场电影 如果今天不是碰到小诺的话呢 也许看完电影以后 还喝去顿饭 因为你需要的是情感上的 有倾诉的满足 而不是生命的需求 是吗 我这么说行不行 我这么说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你说什么 我觉得好像不行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说 你怎么说 其实吧 我这感觉跟你也差不多 你说我跟小诺结婚这么多年了 正经在一起 喝水 吃饭 大喝房地 没点到回家了 什么没有听啊 什么没有闻啊 什么没有闻啊 哎呀 我要是现在还有新鲜感 那尊属是自欺其人 但是我跟你讲 我有数十年连家我都不愿用 我偷他 留意跟这个 留意跟那个呀 别的我闯不过激烈 但是我跟你家失望了 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我的家庭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 这精神上的出轨 不叫出轨 那我倒没想好 反正现在我就觉得 只要他不知道 就没受到伤害 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 做男人 挺难的